卡米拉老师不好了出大事了 咱们学校被一大堆的挖掘机给包围了 还燃起了大火 你赶紧去看看呀 我们被困在学校出不去了 小猪佩奇你不在教室上课 这么着急的跑过来干什么呀 出啥事了这么慌张 慢慢说 别着急 卡米拉老师我们被挖掘给包围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出现了许多的挖掘机 拦住了学校大门 我们现在出不去 外面的人也进不来 该怎么办呀 你说什么 挖掘机把咱们学校包围了 这怎么可能呢 你该不会是还没睡醒了吧 你先不要着急 我和你一起出去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快走吧 哎呦喂我的天呐 我不会是眼花了吧 居然真的出现了这么多的挖掘机 还燃起了大火 把学校大门都给包围起来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卡米拉老师现在该怎么办呀 我们现在被困住出不去了 是不是会被一直困在这里呀 谁能来救救我们呀 我好害怕呀 哎呀 小猪佩奇你先别哭了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放心吧 别害怕 我先下就给奥特消防局打电话 请人来帮忙 哎呀 怎么回事 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这可麻烦了 啊哈哈 我真是太厉害了 把这些工程车拦在学校门口 这样就不会有人进来了 小奥特曼们无法上学 以后这就是我的地盘了 我可真是太聪明了 我要让挖掘机 把他们永远困在这里面 谁都不准去帮助小猪佩奇和卡米拉 原来这一切都是黄瓜人干的 他想要占领光之国小学 就当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 格丽桥骑着电动车 带着小赛罗来学校上学了 可当他们看到路边的挖掘机 堵满了道路感到十分的困惑 格丽桥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马路上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挖掘机呢 真是太奇怪了 小赛罗这件事太奇怪了 先不要着急 我们去前面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哎呦我的天呢 你待在这里别乱跑 我过去看看学校门口怎么会燃起了大火 还被挖掘机给包围起来了呀 连一条逃生出口都没有 我好像还听到了呼救声 好像是有人被困在了里面 小赛罗现在情况紧急 我们必须要马上有所行动才行 格丽桥妈妈现在该怎么办啊 学校被挖掘机给堵住了 根本就进不去 我的同学还在里面呢 我们要想办法帮帮小猪配其他的呀 小赛罗你现在立刻去奥特消防局 找你的赛罗爸爸 他现在应该在值班 我留在现场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好的我知道了 那你在这里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我现在回去找爸爸来帮忙救援 小赛罗焦急的跑出去 寻找他的赛罗爸爸去了 而此时的格丽桥 也立刻冲到了着火的挖掘机前面 拿起电话给卡米拉拨打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 卡米拉老师才接通了电话 为你好呀 格丽桥我终于能接到电话了 我和小猪配其被困在了这里面出过来了 请你赶紧想办法找人来救救我们吧 这里真的太危险了 卡米拉老师 你不要着急 我已经派人去寻找奥特消防队了 他们立刻就会赶过来的 我们会把大家救出来 千万不要着急 格丽桥安慰好卡米拉 后立刻拿起了灭火器 就开始冲过去灭火救援 可是由于体内的能量逐渐被耗尽 再加上黄瓜人在楼顶不断地施加黑暗魔法 没一会儿格丽桥就耗尽了所有的能量 他再也扛不住倒了下去 而另一边的小赛罗也赶到了奥特消防局 赛罗爸爸不好了出大事了 你赶紧去学校门口帮帮忙啊 卡米拉老师他们遇到大麻烦了 什么大麻烦 小赛罗遇到事情不要一惊一乍的 你不是应该在学校上学吗 有啥情况慢慢说别着急 天塌下来有我在呢 刚才格丽桥妈妈送我去学校上学 可是刚走到学校门口 就看到了很多的挖掘机把大门给围起来了 卡米拉老师他们也被困在了里面 还有挖掘机燃起了大火 妈妈让我来找你去帮忙 他独自一人留在现场了 你赶紧去看看 什么情况 学校门口怎么会出现了挖掘机呢 这可是大家学习的地方 这件事背后肯定有什么阴谋 再说了你妈妈根本就没人任何救援经验 肯定会吃亏的 赶紧跟我一起上车 我们去现场支援你的妈妈 赛罗焦急地跑到车上开动消防车 带着小赛罗就往学校赶了过去 来啦来啦小风车来啦大家轻让开它跑得快 哇呜哇呜小风车灭火不怕不退缩任务交给我 当车辆来到目的地后立刻开始喷水灭火 15分钟后大火被扑灭了 赛罗下车去检查情况被眼前一幕给惊呆了 看着躺在地上的格力桥 他不知所措了 我的天哪 这么多的挖掘机怎么都出现在了这里啊 太糟糕了吧 格力桥妹妹你没事吧 快醒醒啊 我来帮你啦 赛罗爸爸这是怎么了 妈妈怎么会失去能量倒下了 还有老师他们被困在里面呢 小赛罗你先照顾好你的妈妈 我现在把这里的挖掘机挪开 打造一条救援通道出来 赛罗跑过去开动了消防车 将挖掘机固定在上面 把他拉走了 一条通道被疏通了 赛罗立刻跑上前去查看大家的情况 卡米拉老师小猪佩奇你们都没事吧 别害怕 现在大火被扑灭了 危机暂时解除了 赛罗叔叔你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再也出不去了呢 刚才可把我们给吓坏了 格力桥怎么样了呀 赛罗大哥 刚才他给我打了电话后 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哎呀 格力桥刚才为了救你们去灭火 可是不小心耗尽了能量倒下了 他现在还在躺在地上 怎么会这样啊 格力桥刚才还好好的呀 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倒下了呢 格力桥姐姐你不要吓唬我 快点醒来好不好啊 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赛罗爸爸你快想办法救救妈妈吧 哎呀不好 爸爸你快看后面学校楼顶 怎么站着一个散发出黑暗气息的黄瓜人啊 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不好 你妈妈身上的黑暗气息 好像就是从她身上传来的 大家待在这里不要乱动 我现在去把这个坏蛋抓起来审问一下 你这个丑八怪赶紧给我下来 大家别害怕 我已经把幕后黑字找出来 这一切都是她在背后搞鬼 你赶紧把解药拿出来 把格力桥身上的黑暗魔法驱散掉 赛罗大哥你们千万不要打我啊 格力桥身上的光和能量被暗黑吞噬了 只有收集最纯洁的爱荷光才能帮助她恢复正常 我身上早已经没有这种能量了 除非让小赛罗他们召集相信光的小伙伴出来帮忙 赛罗爸爸咱们赶紧试试看吧 你看妈妈这个样子真的好痛苦啊 不能再让她忍受折磨了 小赛罗这件事的成功率太低了 现在已经没有人喜欢奥特曼相信光了 你真的要坚持你的想法吗 我怕没人帮助格力桥 你会更加失望的 我不会放弃的 不论还有没有人相信光 我都会一直相信大家的 我会努力帮助妈妈恢复正常 小赛罗跳起来了 和木桑舞蹈想要获得大家的帮助 而天空也吓起了爱心雨 可恶的黄瓜怪 居然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偷偷逃跑了 或许是小赛罗的真诚感动了大家 格力桥身上居然真的出现了光和能量 纯洁的光驱散在她身上的黑暗 没一会儿她真的恢复了正常 赛罗哥哥你来了呀 看到大家都没事真的太好了 是你救了我妈小赛罗 我的好孩子 格力桥妈妈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是所有相信光的小伙伴们一起拯救了你 太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不离不弃了 咱们一起跳个舞唱首歌 表达我们的感激吧 我们会一直保护大家的 塞罗塞罗 不好了出大事了 快出来啊 格力桥在上班路上遇到危险被困住了 你赶紧去帮帮他啊 塞罗你在家吗 赶紧出来我找你有急事 哎呦我的老天爷啊 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睡懒觉啊 这都几点了 快起来 哎呀塞文老爸你这么大事干什么呀 都把我的美梦吵醒了 我刚梦见吃大鸡腿呢 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 怎么会满头大汗呢 出什么事了吗 我是服了你了 打你电话也没人接 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在干什么 格力桥出事了 你知道吗 就在今天早上 他去上班的路上发生了意外 眼看着格力桥 马上就要到达学校的时候 突然天上掉下来的挖掘机 拦住了格力桥的去路 紧接着就像下冰雹一样 源源不断的挖掘机掉落了下来 无论格力桥走到哪里 挖掘机总是会出现在他的面前 没一会儿就形成了一个挖掘机围墙 把他困在里面了 他被吓得不知所措了 怎么了呀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挖掘机 把我拦起来了 这下该怎么办啊 谁能来帮帮我 救命啊 塞罗哥哥快救救我吧 挖掘机燃起了大火 格力桥也被围得水泄不通 根本逃不出去 给你打了无数电话也没人接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哎呦 瞧我这个记性 昨天晚上手机没电关机 忘记充电就睡觉了 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 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赛文老爸 你不要着急 我现在就赶过去帮助格力桥 我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 你放心吧 赛罗吉匆匆地跑下楼去 然后开着消防车 就迅速往事发地赶了过去 来了来了 消防车来了 大家请让开 他跑得快 哇呜哇呜 消防车灭火 不怕不退缩 任务交给我 拉上警报 哇呜哇呜 森林着火 劈啪劈啪 打到火苗 不怕不怕 打开水墙 哗啦啦啦 这里这里 冲冲冲 那里那里 哗哗哗 过了好一会儿 消防车终于来到了事故现场 他立刻调整位置 开始喷水灭火 拉向情报 哇呜哇呜 云体向上 声啊声啊 慢慢下滑 不要害怕 勇敢成功 都安全了 十五分钟后 大火才被完全扑灭 赛罗立刻下车去查看情况 看到眼前一幕都被惊呆了 哎呦喂 这么多的挖掘机 怎么会这样啊 格力桥你没事吧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来救你了 你别害怕啊 赛罗哥哥 你可算是来了呀 我被困在这里吗 出不去了 你赶紧想办法救救我吧 我好害怕啊 格力桥妹妹你坚持住啊 我现在就把这些工程车 挪开 把你救出来 赛罗为了拯救格力桥 他身上爆发出来 特别强大的力量 然后就把挖掘机扛起来 一亮一亮地放在了路边 我相信这世界上有光吗 就像阳光穿过黑夜 黎明悄悄划过天边 谁的声音穿梭轮回间 阳光穿过黑夜 黎明悄悄划过天边 谁的声音穿梭轮回间 阳光穿过黑夜 黎明悄悄划过天边 谁的声音穿梭轮回间 阳光穿过黑夜 黎明悄悄划过天边 经过几分钟到努力后 一条救援通道终于被疏通了 赛罗立刻跑到了格力桥身边 去安慰他 格力桥妹妹你别害怕 现在危机已经解除了 赛罗哥哥你怎么才来啊 我刚才可害怕了 我以为再见不到你了呢 给你打电话也没人接我 真的好担心 你不会来救我啊 没事了没事了 是大家给我力量吧 你就出来打负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你 不会让你受伤的 我再不要要是周飞音 local 我以后一直有机会 什么样快乐 因为我们可能不错了 他不是真正的 感谢观看